- How are you guys doing?我是蘇哥 那之前有網友提問說想知道傳統企業IT三層式架構 想必應該很多人好奇說企業好多設備喔 尤其那種機箱上面機房好多裝置放在機箱上面 它們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概略的分享一下 傳統企業三層式架構以及它所搭配的一個設備 好,事不宜遲,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一般企業傳統三層式設備主要是由運算、儲存、網路這三大塊的功能組成 那運算的部分一般會使用伺服器主機 儲存資料的部分會使用NAS或Send的設備 網路的部分呢會有交換器、路由器、防火牆、網路卡、網路線材 那運算的部分呢伺服器主機一般會使用DALE或HPG這些品牌廠的部分 那可能會準備雙主機做熱備員 那也通常會選擇雙控雙Intel之類的CPU 搭配雙電源、雙網卡做網路聚合 那主機也會搭配上UPS不算巨銅 那記憶體呢通常會用neguang、三星、Kingston或Hynix 那大多數會使用具有ECC的DDR4記憶體 那網路卡呢會使用10G、25G、40G、50G、甚至到100G 那不管是Melanux或Intel這些廠都還蠻多人使用的 那儲存資料的部分呢 SAN會使用NetApp、DALE或HPG這些品牌廠的部分 那NAS呢可能會使用的是Asustor、QNET、Synari這些品牌廠 那不管運算伺服器或者是儲存設備NAS、SAN這些等主機 那它搭配的硬碟會依據你的規格會有所不同 那很多都會使用SARS硬碟 因為通常速度會比較快 有12Gbps或甚至到20Gbps 當然還是有些人會使用SATA硬碟 雖然速度比較慢只有6Gbps 但它的價格比較便宜 那一般小型企業可能會使用的是WD的金標或UltraStar DC 甚至是Seagate Exos的X系列 那其實14TB就還蠻夠用的 那網路的部分呢除了先前提到的網卡 你需要搭配對應的線材之外 你還會有這個交換器Switch跟路由器Router 那通常會有Cisco、D-Link、Naked、Juniper這幾個品牌 那這次都還蠻多人常用的 那至於實體防火牆 那會可能有Cisco、Juniper這些品牌 最後我們一般在實務上怎麼規劃購買這些傳統企業的三層式設備呢 那你就不要考量你的需求 然後依據你的經費成本去做個考量 那一般如果你完全沒有規劃的經驗 你可以找一些付費的SI公司 像台灣就會有什麼巨碩、金城這些公司 除了幫你規劃之外他們還提供了SOHO服務 你就不用擔心說你的設備壞掉的時候我要怎麼去維修 不過呢 現在也蠻流行的就是你把設備架設在Amazon 或者Google Cloud Platform這樣的雲端品牌上面 就可以省去你的設備管理的麻煩 你就不用擔心說你的設備要怎麼去維護 不知道今天的內容有沒有幫大家增加許多知識呢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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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